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卓网络编程系列课程 我是主角老师Blu 通过上一讲的学习 我们已经了解了什么是HGDP 什么是TCP IP 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并且我们学习了如何使用一个简单的socket 来连接一个地址 而我们本讲的主要内容 将会在我们连接好的地址上 来完成一些输入输出流的一些操作 先来看一下今天的思维导图吧 我们的客户端socket在发送和接收数据的时候 其实已经提供好了现成的API给我们使用 也就是我们的get input数据和get output数据 然后在这里的话 我们的input数据读取的是 服务端向客户端发送的数据读取数据 而我们的output数据允许我们的客户端 向服务端发送数据 这是一个发送数据 请注意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然后在我们的实际代码的编写过程当中 是使用输入流还是输出流 先使用输入流还是先使用输出流 这两者的话是根据我们的具体情况来决定 而我们今天的主要内容 将会用我们的TCP IP协议来模拟一个 HTTP协议的一个请求 什么意思呢 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我们在做HTTP协议相关的请求的时候 这个地址大家还记得吧 我们访问这个地址返还给我们的就是一个 街上支付串形式的数据 这整个过程就是一个访问HTTP资源的一个过程 我们是基于HTTP协议的 而我们之前给大家提过 在我看来 HTTP协议就是对TCP IP协议的再次封装 既然你是对我的封装 那么基于HTTP协议能够做的事儿 那么基于TCP IP协议也能够做 就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想要实现的事 就连接这个地址 然后访问这个GateMember这个方法 并且得到我们的这样一个街上数据支付串 当然这是基于SOCT的 不是基于我们的HTTP协议的 请注意 我们是基于SOCT的TCP IP协议的 好的 既然要想通过TCP IP协议来模拟这个HTTP协议的过程 那么我们依然是要解析一下整个HTTP协议的过程 我们来看一下 当我们敲击一下回车产生的一个GateMember这样的一个请求 我们依然是分析它的原始投信息 在这个地方的话 之前给大家分析过没什么好说的 这一部分其实就是整个请求投 而HTTP协议是封中了这些请求投的 而我们的TCP IP协议是没有这些请求投的 所以说要想用TCP IP协议来模拟这一次HTTP请求 其实非常简单 当你连接上你的SOCT以后 只需要向你的服务器SOCT里面写入这些缺少的请求投信息 即可 就这么简单 话不多说 直接进入我们今天的代码 这是我们今天的工程 SOCT Demo2 然后这里的话老师只是初始化了一个按钮 这个按钮的话就是我们的就准备向我们的服务器写我们的流 所以说是SOCT Stream 然后这里完成了初始化和绑定世界 然后这里就是我们的核心代码开始书写 这个时候我们要连接上我们的服务器SOCT 并且写入这些缺少的HTTP请求投信息 对吧 这就是我们想要做的事 然后我们就初始化一个方法 比如说就叫我们的Socket Test 我们只是做一个测试嘛 对吧 我们Socket Test 然后来构造这个方法 好的 不接收任何参数 我们这是一个Socket的网络变成没什么好说的 一步现成走起 流Suite等于我们的流Roundable 然后把它start起来 好的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是不是要准备在写之前得先连接我们的套截字 对吧 连接我们的Socket 而连接我们的Socket需要两个东西 大家记得吧 IP地址和端口号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的IP地址 就是我们的Stream 我们的一个 比如说就是我们的host 一般来说喜欢用这个单词 好 以及我们的什么呢 我们的int就是我们的port的端口 它等于多少 比如我们先写个0吧 这两个东西非常关键 这两个东西如何来获取呢 其实这一些有一些隐藏的信息 首先在这个访问地址 这里还可以看见 我们的请求投信息host 这就是我们的host地址 把它拷贝出来 没什么好说的 把多余的干掉 这就是我们连接的host 那我们的端口怎么去获取呢 其实这是一个微博相关的知识 因为我们对外暴露的接口 其实没有跟没有跟端口号的时候 在我们的这个访问的host后面 没有拼接端口号的时候 默认访问的是什么 是我们的80端口 其实最简单做一个测试嘛 在这个地方我们直接跟上一个80 大家可以看一下 没有任何改变 依然是访问的是这个地址 并且得到了这些请求投信息 所以说这里默认的其实是80端口 请注意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我们想要的host和port 那么端口号有了 host有了 怎么办呢 直接连socket开始走起 socket 然后我们socket有两种连接方式 上一节课介绍的是声明的一个socket adress 其实还有一个更简单粗暴的 直接在newsocket的时候传递一个host 再传递一个port 那么我们在连的时候就会默认去connect 就不再需要去构造一个address 然后再用socket去connect这个address 这个方法更加的简单 直接new的时候把它传递进去 那么它就包含了connect这个操作 当我们连接上以后 那么我们要写东西 我们要把缺失的这一部分请求投给写进去 对吧 所以需要一个输入流 那么就是一个output stream 它就等于我们output stream 就等于我们的socket.getoutput stream 得到我们的输入流了 然后封装一下 封装一个高级的好写一点output stream 用我们什么writer 也就是我们的writer 比如它就等于我们的output stream 把我们的传递过来 这就封装了一个高级一点的输出流 然后再封装一下 然后再封装一下 一个bufferwrite 大家都知道吧 bw 这样就更加的方便 write 传递进来 通过这一系列的欠套 我们得到了最上层的bufferwrite 这样一个最方便的一个输入流 好 我们准备写了写什么呢 其实就是写这缺少的一部分 请求投信息 其实呢 再给大家解析一下 这个请求投信息 其实有一部分是不 有一部分并不重要 我们最关键的其实是这两行 其他的其实并不重要 这些东西是否写都是可选的 可以写可以不写 最关键的是这两行 所以说我们需要把这两行构造出来 那么构造一个什么呢 我可以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我们声明吧 声明一个叫做我们的死菌类型 就是我们的must head 就是我们的hp请求投入一个head 这个head等于什么呢 直接把它拷贝过来吧 就这么简单粗暴 这个是我们缺少的 把它拷贝过来 拷贝过来的改呀 这个东西有问题哦 我们可以看一下 首先这里是get请求 没什么好说的 这里是跟着请求的一个方法名 这里也不用改 然后是空格hp1.1 没有问题 然后这里的话 我们的-n 我们加上一个反斜-r 反斜-n吧 更加专业一点 然后我们把这里多余的先把它干掉 这就已经换行了对吧 换行了以后 那么我们的第二行 就是这行是host冒号 我们可以看一下 第二行host冒号 这里的host地址 再加上一个反斜-r 反斜-n 这样就结束了吗 答案是错误的 请注意 我们这里一个完整的请求头信息 我们后面这些是可选的 我们可以不写对吧 但是我们这里 当我们书写完最后一个请求头以后 它隐藏了一个换行的 这里其实是隐藏了一个换行的空白行 所以说我们写到这里 你结束了吗 没有 还有一个换行 这里是换行换到下一行 它还有个什么 还有一个空白行 这些信息都非常的隐秘 我们要把它挖掘出来 这就是我们所欠缺的最基本的 这些东西得有 这最基本的 其他的是非必选的 我们把必选的把它补上 这个请求头信息 我们把它写进去 就这么简单 怎么要写 我们刚才封装的高级 高级的输入流 我们bw直接点write 什么呢 把我们刚才的这样一个stream 就是我们刚才的master header 把它直接写进来了 写进来以后为了马上生效 最简单的掉一个flash刷新印象 这里把我们的请求头写进去了 写进去以后 那么我们服务器是不是应该给我们的返回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得到一个输入流 我们input stream 然后我们来得到一些最简单的 把new我们的直接是socket.get input stream 然后继续往上乘封装 input 我们的input stream reader 然后得到一个input stream reader 它就等于我们的input stream reader 把我们的input stream传进来 再往上乘封装 buffer reader 得到一个br 就等于我们的buffer reader 把我们的input stream把它传递进来 在这个地方input stream reader 把传递进来 好的 这样就得到我们最上层的一个buffer reader buffer reader以后老规矩 要想得到我们服务器返回的数据 先生成一个buffer来装result 对吧 它是一个一直读的过程 newbuffer new streambuffer 好的 得到它以后 还有一个什么过程少 我们每一行啊 每一行怎么读的 这些代码之前都有重复的 这也不做相应的介绍了 直接while开始读 一直读到我们的line等于我们的br.readline 然后它不等于空 这是一个跳出while循环的一个条件 它不等于空 然后它不等于空的话就继续读 然后读什么呢 就是就是我们的result 就是我们刚才得到的result 这样的一个新buff点 add append.line 就把我们一直往里面加 同时做一个日子打印吧 点log.d test 然后这里的话 我们把我们的每一行把它打出来 我们看一下效果 然后最后的话 其实我们通过这里的每一行的打印 已经可以看到效果了 最后的话一定不要忘记 我们把socket要怎么样 把它关掉 大家提醒过的 这跟我们的输入输出流非常相似 一定注意不要把它关 一定要把它关掉 好的 我们只需要关心我们每一行的这里的 test打印即可 test打印即可 好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socket test 在我们的按钮当中启动 并且是一个异步现成 没什么好说的 那么现在就直接把我们的代码跑起来 看一下会怎样的效果呢 这里通过每一行打印我们读出来的 然后读出来的结果 fondum result 我们这里暂时没有对resout做任何的操作 我们只需要看一下打印信息 就知道返回给我们的是什么了 对吧 好的 我们的工程正在跑起来 请大家稍等一下 把我们的日资窗口打开 把它放到最大 这里已经出现了一个socket stream 当我们点击以后 将会向我们的服务器发出请求 但是是基于TCPIP协议的 点击它 它可以看见什么 这就是服务器给我们的反馈啊 hp1.0200等于OK 等等等等 然后以及这里就是我们得到的信息 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些东西很熟悉啊 这个东西是我们在hp协议当中得到的 接商数据对吧 没什么好说的 上面这个是什么 上面这个就是这部分呢 我们的原始响应投啊 在这个地方304它取的是缓存 取的是服务器缓存 所以取的是304 其他的就是一些相应的响应投信息 而我们这里是200请求成功 然后以及响应投信息 这样是不是就模拟了我们整个hp协议的请求过程 但是我们用的是TCPIP协议的 那么也就达到了我们今天想要的目的 这就是本节课的主要内容 然后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节课再见